万荣乡红叶村6月份是马告的产季 但受疫情冲击整个市场买气低迷 马告农民古金融为此尝试以蒸溜油水分离方式 加工萃取金油及金露原料制作成防蚊液 马告按摩金油希望可以为马告农产业寻求出路 受到疫情影响万荣乡红叶村每年6月出产的马告农特产 产量与去年相差不大 但整个市场买气低迷滞销 马告农古金融不想坐以待毙 积极寻求马告加工的可能性 就有一个点子 不如拿来做这个马告金油跟存入 除了提高它的这个利用的价值之外 也经过金油金物的这个副产品 然后在马告的这个产业链里面 也能相对的提升 也有一个竞争力 今年马告产量仅有一百斤 除了鲜石 古金融从中拿取了13斤的马告 尝试以蒸馏加工 透过油水分离萃取马告金露金油 研发制作防纹液 马告按摩金油等等的加工品 希望进一步开拓马告产业出路 既然那么好的东西 我们也希望说把它利用 能把它利用的更多好的东西 把它就要让大家去了解 古金融常年投入马告种苗 驯化培植 希望能增加马告的栽种面积 另外一方面也寻求花改厂协助 积极投入马告农产的加工产业 但碍于相关法令的限制下 古金融四处碰壁 推展马告产业之路走的前行 古金融不放弃 她说将先朝向马告体验加工DIY的模式发展 让更多消费大众认识马告生态及农产业 进而提升马告农产景举收益 接着是玉兰万荣采访报导